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稻草人新娘》 故事开始,在美国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稻草人的恐怖传说 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乡村 农夫大力哥和女友玛丽杰很是相爱 但两人的感情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无奈之下,他们私奔到他乡 在另外一个山村里安营扎宅 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两人决定手头宽裕一些,就正式举办婚礼 不料村子里发生了失气案 大力哥因为是外来户,所以被怀疑 双方为此产生了冲突 村民们将大力哥绑在了农田里 不给吃喝,逼着大力哥交代 大力哥是宁死不屈 任由分吹与打,乌鸦左眼 最后被活活的饿死了 那几个带头的村民害怕玛丽姐报官 于是就将他反锁在了骨仓中 然后放火烧死了他 还将现场伪造成了意外失火 然而接下来,诡异的事情开始接连发生 参与谋害大力哥的村民 一个个死于非命 有目击者说是一个头带麻带的稻草人干的 一时间村民们人人自危 直到有好心的村民将大力哥的孩子收养 死亡事件才就此停止 画面一转,来到2016年山村的农场中 马大娘将女儿马大姐 外孙女儿小马叫到了一起 告诉了他们一个可怕的事情 稻草人很快就要复活了 原来马大姐一家就是大力哥和玛丽姐的后代 当年两口子惨死后 大力哥死不瞑目 化作厉鬼附身在了稻草人的身上 打开杀戒 此后每隔20年 稻草人就会复活 他可以在两年的时间里任意复活两次 每次48小时 复活后的稻草人就会在村中游荡 只要被他碰到 就会被钢叉给叉死 然后48小时之后 稻草人就会死去 如此循环往复 这两天又要到稻草人复活的日子 马大娘叮嘱外孙女儿小马 这两天千万不要出门 稻草人虽然可怕 但躲在家里就会平安无事 不过大家都知道 这种片子里的死小孩 是绝对不会听话的 果然晚上小马在窗户边听到了动静 直接开门就走了出去 在不远处的田野中 立着一个诡异的稻草人 小马毫不畏惧地走到了跟前查看 这种赤裸裸的挑衅 果然激怒了稻草人军 一把就将小马拖到了仓库中 听到惨叫的马大娘和马大姐 知道大事不妙 拿起手枪也冲进了仓库 结果可想而知 大家依次领了盒饭 特别是马大娘被钢叉给插死 马大姐被铁门来回夹头给夹死 小马因为是儿童 咱们也就不描述了 在一片血肉模糊的景象中 稻草人军拿出了一件古老的婚纱 挂在了仓库的门上 并将一张女人的老照片也放在了仓库 接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一年后 女主是名落魄的电台主持人 最近因为收听率低 节目被调整到了半夜 这让女主很是沮丧 这时男友小黑打电话给女主 告诉了女主一个好消息 女主的老家打来电话 让女主回家继承她奶奶的遗产 移动位于山村的大农场 没错 就是那个闹鬼的鬼地方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 女主从小就被遗弃 然后被养父母收养 但和他们的关系也是很冷淡 女主从来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下好了 有了这个农场 自己终于可以不用看老板的脸色 于是女主带着小黑 闺蜜胖姐漂亮姐 很快的来到了农场 接待他们的律师告诉女主 在一年前 女主的奶奶马大娘 姑妈马大姐和小妹小马 忽然一夜之间全部失踪了 而女主的父母也早就离开了人世 所以按照继承顺序 这栋农场应该由女主来继承 女主虽然对奶奶等人 莫名其妙的失踪感到奇怪 但比起作为谋面的亲戚 如何尽快卖掉农场换钱 才是最重要的 刚安顿好几个人 就迫不及待的到处参观 这时涛哥发现了一个bug 这里已经一年没有人管理 但农场的鸡鸭猪马 却一个个的活蹦乱跳的 不过看到后面 涛哥也就释然了 因为比起后面的 以上的bug 根本就不算个事 我们话不多说 书归正传 胖姐和漂亮姐闲逛时 发现了地面上的血迹 和那剑老婚纱 顺带还赶走了一个 窝居在这里的流浪汉 按照惯例 这个流浪汉 毫无意外的 最先领了盒饭 流浪汉在离开农场时 被躲在农舍的稻草人 一把就给插死 接着女主听到动静 一个人来到了农舍 和稻草人打了一个照面 但女主偏偏对 稻草人起伏的胸口 视而不见 认为这就是个普通的稻草人 转身就离开了 而稻草人居然 也没有对女主动手 不是说好的 见谁杀谁吗 当天的晚上 四个人无聊的 玩起了招鬼游戏 但最后除了房间停电 也没发生什么恐怖的事 接着小黑在房间里 发现了一些简报和杂志 上面都是关于 恐怖稻草人的新闻 并且还找到了 一张女人的老照片 小黑仔细一看 这个女人竟然长得 和女主一模一样 随后小黑赶紧叫来了女主 两人一研究 觉得这房子 包括马大娘的失踪 肯定和稻草人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因为导演让女主 找到了马大娘的日记本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老照片上的女人 就是女主的先人 玛丽姐 小黑和女主 感觉很恐怖 很害怕 为了解压 他们来了一次不可描述 而此时的稻草人 就在一旁看着他们 而另一边 胖姐和漂亮姐 在各自的枕头下 发现了情帖 上面邀请他们 参加大力哥 和玛丽姐的婚礼 接下来 事情就很明了了 稻草人开始大开杀戒 他杀死了胖姐和漂亮姐 并且打晕了小黑 然后把女主劫持到了仓库 给他穿上了婚纱 女主到现在才明白 稻草人肯定是把他 认成了未婚妻玛丽姐 为了活命 女主也只好配合 稻草人演出 他们手完手 走在仓库的走廊 而两旁是胖姐 漂亮姐 马大娘 马大姐等人的尸体 他们的手中 都握着一张琴帖 而走廊的尽头 是昏迷被访的小黑 稻草人刚要和女主拜天地 这时小黑醒了 拿起枪将稻草人打倒在地 然后拉起女主狂奔 是的 你没有看错 他们没有往外跑 而是躲进了马大娘送命的仓库 稻草人是如约而至 三人再次碰面 很是尴尬 这时女主说出了一番 惊世骇俗的话 他说稻草人就是要得到他 所以女主决定留下来自焚 和稻草人同归于尽 这样诅咒才会消失 社会才会安宁 而更狗血的是 小黑居然同意了 小黑在临走时 还把门给女主和稻草人锁上了 在一片熊熊火光中 女主做了稻草人的新娘 故事到此结束 看了这部影片 涛哥要为国产恐怖片 说两句公道话 虽然部分国产片也很狗血 但最起码还是有底线的 最起码还在努力 给你个合理的解释 但这部美国恐怖片 全连解释都懒得解释 另外有新的观众会发现 这部影片和涛哥解说的 索命牙线 从演员到场地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好好地观察一下 挺有意思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